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8年任十三兵团司令馆淮海战役中奉命支援黄百涛部卫国 第十三兵团全军覆没 李密化妆逃到山东北县 青岛 承海轮赴南京 上海 1950年 李密率部撤往缅甸 而泰国交界的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坚云南随进公署主任 当时黄百涛的部队被包围 蒋介石派李密兵团前往徐州 帮黄百涛起围 可是到马谷子时 李密兵团与解放军辖路相逢 双方进行了一场激战 由于没了李密的支援 黄百涛部队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注定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但蒋介石仍然还是不死心 派李密做最后的挣扎 1950年 蒋介石让李密率部到缅甸 纠集逃到这里的国民党旧部以及缅甸当地的武装势力 望出卷土重来 由于没有军费 为了养活自己 李密就种植营组 生产鸦片 海洛因 久而久之 泰国 两天和老坡三国 边境地区的金三角 便有了一支生产贩卖毒品的部队 它们的毒品卖到了周边各国 十分畅销 李密转眼了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毒销 据说后来的世界大毒销昆杀 早年就是李密的部下 由于李密有强大的军队做保障 缅甸政府无法消灭它们 为了消除云南边境的隐贯 中国政府联合缅甸政府合伙出军 一举灭掉了李密经营多年的据点 整顿了金三角地区 李密也只好逃回台湾 一带抗制名将 最后却沦落到了卖毒品的地步 实在是让人唏嘘不已 怀海战役注定了国民党的彻底失败 但蒋介石仍然派李密做最后的挣扎 李密以第十三边炼处司令的身份 在人们的疑惑中死而复生 自此在老家云南活动 但好景不长 1950年解放军进军云南 十三兵团结被击溃 其残部逃到缅甸境内 在中缅边境一带活动 这时 李密又被派到了缅甸 究极逃到这里的旧部以及缅甸当地的武装势力 望出卷土重来 但他们几次侵犯云南边境都无功而返 中国大陆已经全面解放 国民党逃到了中国台湾还没稳定下来 时间异常似乎忘记了 还有一支军队在这里坚守着 没有军费 为了养活自己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发财方式 种植因素 生产鸦片 海洛因 久而久之 泰国 缅甸和老郭三国边境地区的金三角便有了一支生产 贩卖毒品的部队 而李密便是毒品的大头目 据说后来的世界大毒枭昆沙 早年就在李密的部下 1954年 李密撤往台湾 先后担任台湾国民党国民大会代表 中央评议委员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 1973年12月 71岁的他在台湾去世 而他亲自打造的金三角 此次成为毒品的一种标志 贩毒形势一直很严峻 从勤务兵到军长 再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世界大毒枭 李密的人生跨度确实很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